一提笔写作,种种回忆便涌伤心头 简不断理还乱,先回到海提时代吧 前面提过神奇66厅,由七个厢所组成 立根川东岸的毛轮厢在七个厢的镇中央 是挺的行政中心 往北走,坐落在树林中的松丰厢有灵芯分布的大宅 东边沿海,快阔地带是白沙香 毛轮厢南边,临街车水厢 立根川西岸的西北方,有视野开阔的建勤厢 西岸南方,则是水田区黄金厢 最西边,有利林厢 我出生的故乡是水车厢 这名字就不必说明了 神奇66厅布满从立根川分流的数十条水道 民众都是搭船往来与水道 不过,民众可是经历一番努力 才把水道清理到可以洗脸 只是还不太敢拿来喝罢了 我家正前方的水道中 有红白乡间的鲤鱼悠游 岸上城牌的水车是乡民的由来 虽然每个乡都有水车 但水车厢的数量特别多,十分壮观 我记得水车的种类有上摄氏 被摄氏,下摄氏,凶摄氏等 还有许多,每一种水车都有任务 用来捣米,或者用来磨买 不再需要人力执行这单调无趣的劳动工作 每个乡都有唯一一座金属叶片的特大水车 用途是发电 水车产生的宝贵电力 用来供应公民中新屋顶的过音器进行广播 伦理规定 严格禁止将电力用于其他用途 将近黄昏时分 广播戏都会传出相同的曲调 那是以前交响曲的一部分 名叫归途 作曲家有个怪名字 叫德佛扎克 我们在学校学到了这样的歌词 日落远山边 心散夜空间 今日宫已闭 心轻气神闲 夕阳晚风吹 何家乐团圆 乐团圆 暗里沟火光 厌室屈见晓 宛若催人眠 光暗火见消 温婉掌心户 袍然入梦乡 入梦乡 在云野上嬉戏的孩子们 一听到归途 就会携手搭上归途 所以每次我听到这首歌 脑中就反射性浮现黄昏景色 夕阳下的街道 在沙地上画出细长影子的松林树 以及树十亩水田 如明镜般映照出昏暗的天空 还有空中成群的红蜻蜓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 仍是山丘上一览无遗的夕阳 闭上眼睛 就浮现一幅光景 那究竟是夏末或是初秋 总之 天气已经不知不觉凉起来 刚回家了 有人开口 树耳一听 确实传来微弱的旋律声 妈 就是平手了 Jedme说 孩子们三三两两 纷纷从藏身处冒出来 八岁到十一岁的孩子 从早上就开始玩起 大规模抢地盘游戏 这就像冬天打雪仗的游戏延伸 孩子们分成两队 互相抢夺地盘 从对方地盘的最深处 夺手旗帜的就算赢 当天 我这一队刚开战就失误 眼见就要战败了 太老见了 我们差一点就赢了说 珍丽雅嘟起嘴 她的皮肤比其他人白 有着浅色的大眼睛 那头火红 火焰般的火红头发 更是异于常人 你们投降啦 对啊 我们站上风说 梁负责珍丽雅 珍丽雅从那时候就有女王的天分了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投降 我气呼呼地反驳 因为我们站上风啊 梁非常固执己见 可是其实还没有被夺走啊 我妄想觉得 是平手 觉得口气相当严肃 居然是我们站一队的吧 为什么要帮他们说话 珍丽雅对决咄咄逼人 没办法啊 规矩就是这样啊 时间就到日落为止嘛 哼 太阳还没下山不是吗 哎呀 别鬼扯了 那是因为我们还在山头上吧 我心平气和地指正珍丽雅 虽然平时我们是知己 但珍丽雅胡闹起来真是令人生气 啊 回家了啦 栗子担心地说道 听到归途 就一定要马上回家说 只要他们投降就好啦 梁又重复了珍丽雅的话 变闹了 喂 裁判 觉得有些不耐烦 开口喊了顺 顺站在离大家一段距离的山丘上 看风景看得入迷 他身边蹲着一只叫做昂的牛头犬 哦 怎么了 他慢了半拍才回头 什么怎么了 裁判要说清楚啊 这场平手 呃 对哦 今天就平手吧 顺又回头欣赏风景 我们要回家了 栗子一说 一行人就慢慢走下山丘 他们各自找来传达 才能回到自己的乡里 等一下 还没完啦 我要回家 要是一直待在外面 毛片就会跑出来 虽然珍丽雅一行人面楼不悦 但游戏还是留局了 早季 我们也快点回去吧 绝出口喊我 但我走向顺 你不回去啊 嗯 有哦 顺这么说 双眼却顶睛着风景不放 你在看什么 喂 回家了啦 绝在我身后不耐烦地喊着 顺泽默指向风景 那个 看得到吗 什么 顺指向远方的黄金箱 水田区与森林的交界处 看 是树白 我们从小就学到 保护眼睛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大家的视力都很好 即使当时那个生物的白色身影远在数百公尺外 还在夕阳光影交错的田梗上缓慢移动 我们依然看得见 真的耶 什么嘛 什么嘛 树白又不稀奇 平时沉浸冷着的觉 语气不是为何有些不悦 但我不为所动 应该说 不想动 当树白用蝸牛般的速度 从田梗走上草地 消失在森林中 我双眼看着树白 心却飞到一旁顺的身上 我当时并不清楚心中的情感 如何命名 但与顺并肩欣赏夕阳的乡村风景 心中满是酸甜滋味 这或许是 记忆虚构出来的情景 融合数个类似的故事演出 撒上感伤的调味料 即使如此 当时的光景至今对我有特别的意义 那是我在完美时代中最后的回忆 当时一切都遵照正确的秩序前进 对于未来没有分好担忧 即便再过不久 一切都要被无尽的空虚和悲伤吞噬 当下的初恋回忆 至今如夕阳般闪耀 让我再说些海提时代吧 神器66厅的孩童 从6岁就必须上小学 我上的小学叫做和桂园 亭里还有两间小学 叫做有爱园与德育园 当时神器66厅的人口中 只有3000出头 我调查过古代教育制度 如此人烟稀少的庭内 就只有三所小学 也算是历史中的特例 但也正是最不可动摇的铁证 足以解释我出身的社会本质 我再举另外一个数字 当时社会上约一半的成人 都从事不同方向的教育工作 构筑于货币经济上的社会 应该要无法想象这种体制 但我们亭的基础在互信互助 无私奉献 根本没有货币 人才自然往需要之处流 才产生这样的体制 和桂园离我家20分钟矫程 利用水道可以尽早抵达 但乘船用的高又大又重 走路反而轻松的多 小学就盖在挺附近的宁静地段 和桂园在茅伦乡的南边 是黑亮的木造老校舍 不看下去呈现A字形 全是平方 走入位于A字形横杆处的大门 第一眼会看到墙上的匾额四个大字 以和为贵 据说这是古代圣人 圣德太子撰写的 十七条宪法中的第一节 意思是珍惜和平 听说这是何桂园的这个名字由来 但我就不知道 有爱园与玉德园的匾额 写些什么了 在A字形的校舍中 A的很感触是 教职员办公室与教室 沿着右边走廊 下楼到A字左边尾巴为止 排列着许多教室 全校学生总计不过一百五十人左右 但教室应该二十间以上 左边尾巴是管理部 学生禁止进入 A字形校舍正前方的校园 除了运动场 单杠等运动器材 还有各种生物的饲养区 养着鸡 鹅 兔 天竹鼠等等 由学生轮班照顾 校园角落坐着孤零零的 白木造百叶箱 用途不明 我上了六年的合规员 没见过他派上用场 由A字顶端的三面校园 围城的中庭极为神秘 不仅严禁学生进入 平时在校园也不曾出现 非必要经过中庭的状况 不过管理部有面 面向中庭的窗 想一探究竟 只有碰巧到教育职员室 开门前往中庭的时候 嘿 你们知道中庭里面有什么吗 绝面带诡异的笑容 面环绕众人 大家都摒弃凝声 等一下 绝应该也没有亲眼看过吧 我坚决把气氛搞得太紧绷 忍不住开口 哼 我是没有直接看过啦 但是有证人哦 绝因为话被打断而不高兴 谁啊 早记不认识啦 不是学生 是学生 不过毕业了 什么嘛 我露出一脸不相信他的表情 那根本不重要 快说看到了什么 珍妮雅开口 众人齐声附和 这个呢 不相信的人 可以不必听啦 绝对我投以言语的眼神 我只好装傻 我可以选择离开 但还是想听 如果有学生在场 老师绝对不会开门进中庭 对吧 我说的就是管理部前面的 羡慕门 可是当时老师刚好没有确认身后 有没有人 就把门打开咯 这个你讲过了啦 贱忍不及催促爵 中庭里面啊 有一大堆的坟墓 多到吓死人 绝虽然 吓唬人的招式很老套 但 每个人都还是故意上钩 哇 真假啊 好可怕哦 真理啊 甚至无其耳朵 我却嗤之以鼻地问道 哼 那谁是谁的坟墓啊 啊 绝因为鬼故事效果出极好 而洋洋得意 这下被踩到痛处 我问你 那一大堆的坟墓 是谁的 就我哪知道 总之 就是有一大堆的坟墓啊 为什么要专程在 学校中庭建构坟墓呢 就说我不知道这么多啦 绝很狡猾 他打算把无法解释的事情 全都推给传闻 一问三不知 嗯 说不定是学生的坟墓 建一句话 让所有人都安静想来 学生 哪时候的 为什么会死这么多学生 真理啊 低声问道 我也不知道 但听说 有人没办法从合围员毕业 半途就消失了 我们挺上三所小学 每学年的入学时间都一样 但 毕业典礼各自不同 我之后会说明理由 而见这句话似乎碰触到什么打击 我们无言以对 这时 坐在一旁看书的顺 转过头 窗外洒落的阳光 衬出他长长的睫毛 根本没有坟墓 听顺这么说 大家松了口气 但紧接着就产生鲜明的怀疑 什么叫没有 你怎么知道 我代表所有人发问 顺全落无其事的回答 我看到的时候 根本没有坟墓啊 诶 这有看过 真的 骗人的吧 众人如潮水溃蹄一般 不断提出问题 觉得因为被抢去主角光环 一个人闷闷不乐 嗯 我没有提过吗 去年 老师出的作业一直说不齐 就是自然课的自由观察作业 所以老师叫我把所有人的作业 都收起了再拿过来 我就进了管理部啦 大家都秉切宁神 等着下句话 而顺 德斯里曼条的看到一半的书 夹上书签 我从满堆书的房间中 网中提一看 里面是有怪东西 不过不是坟墓啊 我见他准备结束话题 打算一连抛出十个问题 深深吸一口气 就在这个时候 开什么玩笑 觉发出了我从未听过的颤抖大吼 什么叫怪东西 快说清楚啊 你还不是什么都不讲 但我也想听听顺的答案 所以没说出口 嗯 是什么呢 中提有一个大操大广场 里面是砖头堆叠成的小仓库 五间一排 每间友善巨大的木门 顺的答案 完全无法消除我们心中的疑虑 但他描述的微妙微笑 觉不打算逼问下去 静静坐舌坐吧 觉 你说那个毕业生看到了什么 我趁这个机会落井下石 觉发现自己拒一下风 含糊其次 就说是我听来的 不清楚详情 说不定是他看错啦 也说不定当时真的有坟墓啊 这就叫做自讨苦吃 那为什么坟墓不见了 这我也不清楚啊 不过你们知道吗 那名毕业生看到的恐怖东西 不是只有坟墓 觉被逼紧了 巧妙的转移话题 他看到了什么 这里啊简直像一条呆鱼 看到耳朵上钩 不能马上问啦 你要等觉把鬼故事想好才行啊 我也出言言语 觉也动了气 这不是骗人的 那个毕业生真的有看到 只是不是在中顶就是哦 好好好 那他究竟看到什么恐怖的东西 见忍不住问 觉一定在心里偷笑 但意识面无表情地说了 是超大的猫影子哦 顿时 鸦雀无声 我当时真的很佩服 觉说话的技巧 如果有一行是专门编 鬼故事吓人的 觉一定是业界龙头 不过任何社会都养不出 这种无用的实业吧 那该不会是猫片 郑丽雅多余的猜测 惹得大家议论纷纷 小学附近 好像经常有猫片出没哦 为什么 当然是为了抓小孩啊 听说秋天傍晚特别容易出现 我还听说猫片会闯进人家家里 通常都是大白眼 我们对黑暗总是又爱又恨 非常爱听各种怪力乱神的鬼故事 尤其猫片的故事最令人毛骨悚然 在儿童的儿语流传中 猫片长着各式各样的围棋 但基本面貌就是与成年人差不多大小的猫 它由于长着一张猫脸 但四肢异常细长 盯上小孩就会像鬼影一样紧追着不放 当小孩到没有人烟的地方 猫片就会从背后攀上来 用前脚压住小孩的肩膀 小孩便会像中了催眠般 全身麻痹 猫片的血盆大口 可以张开180度 它会咬住小孩整颗头 拖到其他地方 当小孩被带走的当下 一滴血都不会流 之后甚至连尸体都找不到 然后呢 那个毕业生在哪里看到猫片 其实不知道是不是猫片 因为只看到影子 觉方才的慌张 已经烟消云散 口气信心十足 可是既然看到影子 应该就在中庭附近吧 附近是多近 从外面根本没有路可以进到中庭啊 因为不是从外面进来的啊 诶 我总是对爵说的话的诚疑 但不知为何 这时候却觉得背脊发凉 他是在通往管理部的走廊 看到影子 就在通往中庭的前门 然后像是不见了 这下大家都哑口无烟 虽然不甘心 但最后还是着了觉得到 这仅仅是小朋友 无关紧要的灵异事件分享罢了 至少当时我是这么想的 现在回想起来 在和桂园的那段时光真的很幸福 上学就可以见到朋友 每天无忧无虑